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 6月3日 星期四 明天就是六四事件 32周年 我們會去倫敦 出席這個紀念活動 希望 在香港 即使 現在政府用這種高額的手段去打壓 人民 在海外的朋友都會記得這些日子 要跟大家說說現在大陸最新的情況 人民幣 最近不斷創新高 創了三年的新高 5月25日 突破了6.4 這個當然是三年的新高 人民幣 他說 這樣升當然有很多影響 現在歸納市場歸納了幾大重要因素 為甚麼會這樣影響人民幣 這樣升 那麼他 他現在 對人民幣的信心比黃金更加重要 因為情緒是短期影響價格的最大因素 關於匯率 上週國內有三個重點事件 第一 部分央行人員的言論 他們說是中長期的升值 引起了市場對人民幣升值的下場 或者是升值預期的升溫 央行副行長劉國強就人民幣匯率回答記者 他那時就強調 人民銀行將會專注於預期引渡 發揮匯率調節橫觀經濟和國際收支自動穩定器作用 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 基本穩定 這是央行 進行的預期引渡 打壓升值預期 第三 外幣存款首次突破1萬億 4月底 外幣存款 這個預期引渡同比增長33.2% 到1045億2000萬美元 創下歷史新高 當月的外幣存款增加478億美元 同比增加了588億美元 這個是 暗示 由於人民幣匯率的快速升值 外貿企業利潤 受到匯率升值的嚴重擠壓 居民和企業傾向於辭匯 一日沒有結匯 浮虧也可能賺回來 意思是 不換人民幣 拿著外幣 他們就打算讓人民幣跌才換 而且一旦結匯 這個 虧損就變成實際了 所以他們就不肯這樣做 在這個背景之下 如果人民幣繼續升值 會誤到市場預期 相信人民幣中長期持續升值 大量的外貿企業的未結匯資金 可能也會急於換回 換錢 導致外貿企業 浮虧就變成實虧 即是之前未輸實的 現在就被迫著打把 而大量的資金就急於結匯 或者將推高 人民幣匯價 外貿企業的利潤在大宗 商品飆升 以及地價 人工 這個擠壓之下 已經變得很薄 甚至乎沒有錢賺 如果匯率繼續升 外貿利潤 將進一步被匯價 升值侵蝕 不但過去浮虧會變成實虧 連新接訂單也會持續虧損 這個我們說過很多次了 根本現在大陸的外貿做一單是一單 這是官方的解釋 我們的說法 是另外的 在說之前 記得支持6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聲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經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大陸人民幣升值 其實 有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就是美國的量化寬鬆 因為美國去年 因為疫症的爆發之後 特朗普或是刺激經濟 加速了這個量化寬鬆 其實就是N.0 是不斷的增加 美金 在供應大增之下 令到很多外幣跌價 尤其是人民幣跌了超過一成 對英鎊 如果我們來英國最感受最深 我們來的時候是10.3億 現在是11元 已經是 已經是去到7-8%了 因為美金和這個 港幣是掛鉤的 美金就是港幣 我們拿著港幣過來 自然是要 用貴一點價錢去換英鎊 其實 現在這個 人民幣的升值法 其實 我就這樣看來 是一場 貨幣戰爭 很多年前 宋鴻冰是一本貨幣戰爭的書 但是當時 其實貨幣戰爭不是這樣的打法 但是現在 我認為 現在的拜登政府 是 事實實實在在玩貨幣戰爭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我們首先要讀大陸的說法 然後再跟大家分析 他說 這個升值 兩個升值短期驅動的因素 其實應該是三個因素 美債收益率 是中美10年國債息差 以及美元指數的連續下挫 令到 人們 不買美債 因為買中國的利息高一點 中美通脹差異 也影響貨物跨境流動 這是 貿易順差 預期影響 未結匯資金的結匯意願受到預期的驅動 海外熱錢的流入意願受到預期的驅動 在三者之中 前兩者基本是處於平衡狀態 區間波動 即是央行強調的基本穩定 過去一段時間 受於貿易順差擴大的影響 人民幣 當時接近或是突破6.4 當時其實是在三天試過的 1月5日、2月9日、5月7日 在三天也試過突破6.4 之後 隨著中美息差 收集 中美息差收集是會產生貶值的力量 對沖了貿易順差的升值力量 壓制人民幣回率有效突破6.4 但是市場預期 卻是 順猛而且多變 一旦不當放風導致市場預期統一化 心理就會影響著現實 亦可能會破壞人民幣匯率的平衡狀態 或者驅動人民幣繼續升值 這是當然大陸官方說法 國內的經濟 外貿企業已經很難承受 匯率升值的後果 央行喊華維持穩定 以及 及時出現 目的就是壓制市場預期的統一 看好 人民幣的升值也會刺激熱錢加速流入 刺激中國的資產泡沫 膨脹 繼續加劇 升值階段 例如房地產 樓市也會升值 匯率升值和資產泡沫 會加劇擠壓外貿企業的生存 反而會導致創匯減少 導致匯率基本面缺失 因為大家都知道不如買樓吧 做生意 做外匯 做外貿的全部都虧本 做多少是多少 我不如拿錢買樓 買股票 變成 創造外匯的職能就沒有了 而外資企業 流傳利潤 也有一部分會投入房地產 或者土地上 如果匯率繼續上升 賣房換匯就會成為人民幣匯率升值最大的風險 也是人民幣匯率長期具有貶值壓力的根本原因 人們都怕沽貨 因為你的貨升值你沽的 沽的時候 那筆錢那麼大 會換成美金 到時那個壓力就很大 放任短期匯率的上落 為了上漲 哪會製造更大的匯率風險 近年 央行已經嚴守 這個壓制風險 從近年匯率走勢來觀察 人民幣匯率基本保持一個驅間波動的狀態 防範出現單向走勢 匯率下下是7.2 上下是6.4 央行會採取各種手段 防範人民幣匯率有效升破6.4 同時防範跌破7.2 央行過去會採取一些手段 將利用人民幣控制在6.4和7.2之間 這種手段 短期來看 現在 聯儲局盡量試圖延遲 他的加息 以及中美通脹 通脹差走闊的背景之下 人民幣短期仍然有一定的升值壓力 但是央行有 動機壓制人民幣繼續升值 而且央行有能力 壓制人民幣的升值 他列出了幾個手段 第一種手段就是刺激國債收益率下錯 縮減中美息差 只要人民幣的 國債息率下跌的時候 人民幣不會蜂擁來買人民幣 人民幣不會讓它升得那麼厲害 因為大家有存在息差 政策手段 類似 將遠期埋回的受惠風險 準備金 由20降到0 放寬金融項目對外投資等等 第三就是預期管理 加強探話 釋放央刊的維穩意願 第四 貿易行 加強或限制 以大宗商品為原料的商品出口 一則緩和國內的通脹 以則減少信測 減輕國際原來的壓力 減輕匯率升值的壓力 例如取消鋼鐵雷退稅 對於匯率來說 賣樓換匯是匯率升值最大的風險 而房價爆破是匯率貶值最大的風險 短期來看房價是求穩的 匯率也只能求穩 長期來看 當內外通脹差異被貨物流動取消 消除的時候 匯率貶值的壓力會再次出現 而當匯率貶值壓力會再次出現的時候 房地產泡沫也很危險 這是中共的版本 我們覺得 中共站在他的立場是沒有說錯的 不過我想跟大家講講 講了十分鐘了 都是講中共的立場 我想跟大家講講 現在西方世界在做甚麼 我們的朋友 其實他們 意識到一個問題 就是美國 以及澳洲 最近不約而同 都是加強他們的量化寬鬆 尤其是澳洲 很令人懷疑 澳洲本身是一個資源大國 他 放任量化寬鬆 其實只會使得資源升得更加重要 而資源升得更加重要 其實不會使得澳元貶值 因為即使是量化寬鬆 澳洲大量放寬銀根 但是由於 他們的匯率 是受著大宗商品 例如資源 金銀銅鐵石 鐵礦石 煤 這些出口是大動 而這些貨品大幅上升 令到他們的收入增加 令到他們的匯率也會升值 所以澳洲這樣做 是令到自己本國貨幣升值之餘 也是間接將這個通脹輸出給中國 因為中國 仍然是大宗商品的最大買家之一 當然不是最大買家之一 而美國和澳洲 現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大家一起量化寬鬆 一起將商品繼續捕上去 炒爆大陸 使得大陸的人民幣 不斷升值 但是 他們要面對 這些大宗商品價格不斷 上升的風險 使得他們沒有生意可做 而且 是將這個輸入性的通脹 捕進去給大陸 當大陸 輸入性的通脹 當通脹失控的時候 大陸就要加息 加息 是會進一步刺激人民幣的上升 這個問題就來了 當人民幣 是上升 加速的時候 他對外的購買力就會減弱 購買力上升 但是 他對外出口的出口的貨品 就會大大減弱 只要上中國的出口 就等於斷中國的一臂 你只是靠人民幣升值 你去買 因為他得不償失 你賣出去的東西是貴了 但是你買入的成本一樣那麼貴 因為炒高了大宗商品 你最需要的東西是被炒高了 人家 炒高了那個 人家先賺了一筆錢 你跟他接貨 你也要糟糕 但是你如果不接貨 你的貨就生產不了 然後 然後 令到這個大宗商品價格狂升 令到通脹加劇 你又要被迫再加息 在一個惡性循環裏面 你的貨幣 是會遠遠高於實際價值 這個就是 現在美國 澳洲 這些西方國家正在玩的一套貨幣戰爭 希望將你的貨幣 夾上去 當然是拜登才會玩這套 因為這套 其實90年代 美國 玩夠日本的 當時就用這個 逼人員升值 令到日本的資產盤子爆破 當大陸 通脹升溫的時候 當然通脹升溫的時候 人們當然會繼續買樓 保住房子 銀子貶值 但是 當你加息是不斷的時候 糟糕了 就有機會令到資產盤子爆破 從而 拘捕了樓市 現在美國 可能正在做這件事 就是玩回當年日本那套 用回同樣方法 夾爆大陸 令到大陸 這個泡沫提早爆破 這個是我的分析 這節暫時說到這裡 拜拜 所以我會不會再出一個人的